今天的來賓李珞晴 李小姐你好 李珞晴 李珞晴你好 李珞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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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想說 今天來到現場 這真的不是藝人嗎 這顏值也太高了 方便問一下 你做什麼職業 我在做直播產業 真的啊 你現在直播也很夯 對 算是剛好趁上 這一波熱潮 所以有打上去 我剛剛開場白有介紹到說 其實李小姐曾經家裡面 環境還不錯 對 所以你好喜歡 帶媽媽的首飾啦 或者是看到這種 閃亮亮的東西 你就很開心 是 那現在呢 小時候就是只要看到 媽媽的那些環境事情 我就會拿起來半家家 也因此弄丟了不少 但是現在當然也是很喜歡 只是因為剛好小五的時候 家道中弱 對啊 被查封然後破產 所以當東西全部 都一個一個賣掉 所以就變成說 在心裡有一個遺憾 長大之後就會覺得說 想要努力的去把那些買回來 因為當時在那一刻 這樣彈簿爭的時候 媽媽那個表情是 我永遠忘不掉的 是 對 請要把你看最多了 對 因為一個人 會到彈簿來 一定是因為 家裡面有什麼事故 或者是公司裡面的財務 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遇到這種問題的話 你可能跟親朋好友借 不好開口 其實進當鋪不是壞事 為什麼呢 你進了當鋪就跟進醫院以後 一樣 因為你會看到 原來人會生病 所以你要怎麼樣 把身體保養好 對不對 進當鋪也一樣 說人怎麼會進當鋪呢 就是怎麼樣 財務管理不好 或者是有意外 是不是 那有意外怎麼去應對呢 那很簡單 平常要有準備 不是嗎 對不對 平常要準備 你要存一點錢 努力的賺 或者買一點東西 對不對 萬一有什麼狀況 你就可以解決 而且我知道 你看李小姐今天帶來的寶物 我們剛剛真的 大家眼睛為之一亮 不管是 我覺得水頭遠遠的看 就已經很吸引我們了 很多物件 我相信今天評估下來 這一集會非常的精彩 我們先從第一個物件來看 好不好 好的 是個 來 你自己說 什麼時候 這一隻大概是幾年前 然後看到朋友店裡 然後買的 然後當時的金額大概是三十來萬 然後覺得說這顏色很特別 而且 手圍差不多也是我媽媽手圍 是買給媽媽的手圍 就想說因為有買另外一個東西 想要配對給他 對 媽媽當初第一眼看到 收到了什麼反應 很高興 但是這樣母親都會那種 愛在心裡口難開 那種感覺 捨不得帶是不是 對 來 我讓秦老闆自己一搶一搶 好 這個是送給媽媽的禮 對 所以媽媽一定很開心 然後我看買這個東西 還是非常漂亮的一個 玉手環 對 這個很有意義 而且買多久了 買應該也是兩三年三四年而已 兩三年 等於開始你有一些經濟基礎 對 然後就覺得第一件事情要回饋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那時候陪媽媽到當鋪裡面 那種辛酸的感覺 你可能一直記得 所以你就立志說 好我要努力賺錢 對 第一個就要先回饋媽媽 你還有其他兄弟姐妹嗎 有 還有哥哥哥姐姐 對 他們也跟你一樣 他們那時候年紀比較大了 所以他們那時候在忙著高考之類的 對 所以是你陪著媽媽去這樣子 然後媽媽收到這個黃飛手說 你敢跟他講價錢嗎 那個時候應該買的價格 跟現在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一集我可能會偷偷地給他按掉 其實媽媽真的很辛苦 你想想看 你進當鋪會受到兩次傷害 首先第一個你怎麼進去 對不對 你看當鋪 你進去萬一被人家看到怎麼辦 然後當鋪裡面黑黑的 也不知道是誰在裡面 第一次傷害 第二次傷害就是 當鋪老闆出價很低 是 你滿懷希望 說我本來這樣當十萬 當鋪老闆說兩萬 差好多 就會受到兩次的傷害 所以進當鋪 憑良人講 你真的會成長 我覺得真的會成長 這是很難得 有福氣的人 終究怎麼樣 你看媽媽現在有了一個 這個手鐲 很棒 這是一個黃匪 是 黃匪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平安酌 這個質地 種水都還不錯 對 是一個很漂亮的黃匪 說缺點的話 就是說這個顏色 可能稍微 要挑個人 有的人喜歡 為什麼 因為這個顏色帶著古譜 帶著古譜 就是你帶著以後 很有那種 從歷史上走出來的味道 是不是 那有一些人 高人帶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這個顏色 是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裡面有一些小小的紋路 不過 應該是一個很漂亮的 品質還不錯的 廖老師遠遠看 他有話要講 這個買很久了對不對 一陣子 兩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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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多少 大概三十幾吧 三十幾萬 三十來萬 我們講這個顏色 剛剛秦老闆有講 它不是主流色 這個的話帶褐色 帶褐色的話 是比較暗沉的 那有一種叫做蜜糖色 早期這一種顏色的手鐲 它不會出現在拍賣會裡面 因為它不是主流 如果說要講主流的話 就是綠色 那這種褐色的話 它不是主流 可是它是一對 它是屬於冰波種 這一對當初拍賣 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四家拍賣公司裡面 有七個手鐲都是綠色的 然後有五個流拍 你知道它拍了多少嗎 港幣成交十一萬八千塊 不高 不高 其實因為它是 綠色的已經太高了 是 所以這些是 我們講第二名第三名的 才會冒出頭來 所以我們就看一看 這一個價值多少錢 好 我個人是很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顏色很均勻 然後它的這個腫水 我覺得各方面都很優質 是 好 來 我們給它一個評估 好不好 來 了解 那緊張的時刻來了 我要接受了 對 媽媽給媽媽的禮物 對不對 來 對 到底是 媽媽是不是 買 拿到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是 來 麻煩請見價 三十五萬元 物有所值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就是買三十萬元 可以 很漂亮 我剛剛 我看到高智的反應 我想問一下高智 你有沒有送過媽媽 這麼貴的禮物 沒有耶 完全沒有耶 沒關係 我覺得 高智就可以把李小姐 當作一個很好的範本 鼓勵賺錢 而且你看看喔 眼光很精準 雖然是在朋友的店嘛 都會看得到的 被騙風險比較低一點 但是第一件我覺得就已經 算是還滿好的 這集媽媽應該可以看了 可以看 可以看 戴出去也是心安這樣 是 第二個手鐲 你看看來看 你看這個紫 非常漂亮 我把那一黃一紫 這紫色買給自己的嗎 對 那時候 因為剛好是自己的手 然後我很喜歡紫色 我非常喜歡紫色 所以那時候算是 花了很多心思 然後去找一隻紫鐲 然後看到這一隻的手 想喔 這麼巧 剛好是我自己的手 我不知道 就請老闆您看 這麼多紫的手鐲 這個紫的怎麼樣 這個紫色 紫的非常俏麗 基本上紫羅蘭 最重要的是它的種 因為有些種 它顆粒太大 透度水頭不好 那紫羅蘭光紫還沒用 紫一定要透 這是紫跟水的兩個部分 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我們覺得說 這個手環就完全符合 我剛才提到的 是 水頭跟顏色 這個紫的很濃郁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很漂亮的手鐲 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是一個貴妃鐲 可是我知道李小姐 你這個手鐲 就真的是買得有點貴喔 是不是 對 你自己一講多少錢 當初買的時候 大概是一百四十多 你那時候是跟那個 我們剛剛看過黃飛手說 一起買 對 算是 一百四十多萬 因為呢 剛好就是幾隻這樣看起來 這一隻的話是 最濃郁的 然後剛好身上剛好有一點 小投資的回本 所以他算了 犒賞一下自己 哇 廖老師 你剛剛 您把那個本子 那一拿出來 紫色 你就想要吸引他目光 這個一定要翻到內頁 是 你看這拍賣會裡面 如果當封面跟封底 對 那一定是最厲害的對不對 王牌 在二零一八年的 家世的拍賣會裡面 對 就有一串 哇 你看這個字 這樣的紫羅恩的珠 從八點六到十一點六米 很大顆 就這樣一串 是 但是我告訴你 流拍 但是我們要去看它的 起拍價是多少錢 對 因為這兩串呢 非常 真的非常的漂亮 同時間呢 在這一次的拍賣會裡面 它有很多顆 它有很多的那個紫羅藍的 那個翡翠都出來拍了 可是呢 這一串 我們講說 桌子在二零一六年 是在最高點 可是誰接手呢 就是玉珠 到現在都還在創新高 是 所以桌子有可能會變成是 它的市場會走低 可是呢 這種珠的話 可能高點會落在今年或明年 那下一次再換手 可能手鐲又上來了 所以這個還要再等一下 但是這一串呢 你看它起拍價多少呢 兩千五百萬到三千五百萬之間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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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流拍 對 所以它流拍了 這個是太高價了 是 所以這一個桌子 有可能會幫你創造一個新的價格 補充一下 手鐲是翡翠的王道 對 就是說翡翠這個東西 是皇室的一種飾品 它原來呢 就是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手鐲 一種就是巢豬 那手鐲還是王道 因為你不可能帶一個巢豬出去嗎 是不是 所以手鐲你帶著 它就是有那種皇室的貴氣 是 所以手鐲來講 在所有的翡翠的飾品裡面 應該是價格是最高的 那這兩年 應該不是這兩年 這五六年 因為中國大陸的打蛇打攤 價格就夭斬 但是我可以預言的是 馬上可能一兩年之內 它就要反彈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好東西越來越少 是 越來越少 所以說 我就很看好這個桌子 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剛剛那個開始幾次 有配回來 一百四十萬喔 好 好不好 希望這一次一樣可以 撐好 好 我撐好 來聽聽撐好 再麻煩了 那請見價 這個投資很划算耶 因為 因為這個地方 還是帶了一點點綠 是 這是它的 美中不足之處 小小的 如果它是圓骨灼 或者它沒有這個綠 我想在三百到四百之間 好耶 這個真的是很漂亮 應該講說是 紫羅蘭裡面的上品 OK 謝謝 謝謝老闆 今天你看看 才第二件寶物 我們就已經看到兩件 都是非常優質的桌子 來 我想我們來補充一下新聞 各位可能對於這個 時事的新聞 要稍微有點關注一下 緬甸政變 是 緬甸政變 會不會影響後續的市場 它沒有流血政變 那沒有流血政變 馬照跑舞照跳 所以這個礦坑還有 這個第五十九屆的一個公盤 它可能照常舉行 因為光是這個公盤 造就緬甸的GDP超過二十趴 對不對 緬甸就是靠這個在賺錢的 所以它還是會開公盤 那這個價格會不會往上推升 因為這些礦坑還是繼續挖 然後這些工人 他還是在繼續做工 所以這個市場還是會有的 還蠻穩定的 只是說Community的關係 所以造成那個 我們整個運送的過程 會有點麻煩 但是你看那個運費增加 要不要加在這上面 它還是會加在上面 一根石頭要運到 運到那個解養這邊來切 或者是要運到什麼地方切 都還是要增加運費的 人事成本都會增高 但是不會差太多 好 所以大家不用太緊張